阿克蘇的溫宿縣 大家好 我是天外 我現在是在阿克蘇的溫宿縣 溫宿縣和阿克蘇市隔著只有十公裏 大概十公裏左右 其實兩個城市的建筑基本上建聯到一塊了 這個溫宿縣的縣城 應該來說就是阿克蘇的老城 因為以前這個地方就叫阿克蘇 大概是光系年間 把清朝政府就從這兒 把阿克蘇城遷到了今天的阿克蘇市那一帶 然後這個地方就變成了溫宿縣 溫宿縣以前還是西藝36國之一 孤末的故地 我現在所在認為這就是溫宿古城 當然這個地方肯定不會是那個 孤末古城啦 孤末老城在哪呢 就現在是一個未解之謎了 這地方大概是在明清時期的一個老城的建築 但是它這個老城一直沿用到了幾十年前 現在這個就剩了一個土地在這兒 然後周邊這些基民大概就是幾年前才搬走的 這裡就是溫宿縣城啊 全景就這樣 這個縣城的東邊就是阿克蘇的機場 經常有飛機從這起飛降落 這邊這種很獨特的地貌 這種黃土坎 叫坎坡 他們這邊叫 從下面看有種天然城牆的感覺 把這個縣城圍起來了 後面那個若隱若現的那些樓房 就已經是阿克蘇市了 這邊全是穆斯林的牧群 但是過不去的啊 就在這個城牆的外面就是一條很深的溝 其實兩邊是隔著這麼一個深溝的 這溝子下面以前全是明居 現在先不搬走了 拆掉了再搬到新城那邊去了 這些墻壁 坍塌的墻壁 還有一些磚網 還有一些磚塊在這兒 後面呢 就隔著一條溝呢 基本上是現成的牧群了 我現在就去看一下維吾爾族 穆斯林的牧群 這個牧群 從這個直直走過去大概幾十米 因為它中間隔著一個很深的溝 所以要下去 然後從那邊繞過去 再繞到對面那個坎坡 再爬上去 以前看錢是人家 剛拆掉這磚塊啊 很明顯 這裏面這個 土溝還蠻幽近的 山溝裏面就是個小村子一樣 以前 都是人居住的很近 看一下這就是他們維吾爾族的 傳統的牧群 延綿幾公裏 很壯觀 這裡面 雖然是個林園 這種就是比較有錢的人家的牧群 這是家族牧群 在家族地位比較高的人 就會放到裏面去 其他不太重要的就放在周圍 前面這個算是新的 應該是剛見不久 或者是他後人 把它給翻新了 你看像這種 可能就已經年代太久 他的後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那種牧羽就慢慢就這樣塌了 這個應該也是個家庭的 但是可能就比較小 這個就比較普通一點的 平民的家庭 有個小圍牆樣的東西 把它圍起來 但是你看它裏面這個墳就比較簡單 土豪一點的家庭 就是像小城堡一樣 那個也是比較有身份的家庭的牧羽 太陽又落山很快就黑了 我要趕緊走出去 這個毕竟全是這個牧羽 雖然我不信鬼神 但是還是有點盛得慌 陰森森的這個山垢裏面 你是幹嘛的 我旅遊的 你明天可以去八渣吃烤肉 哪裏啊八渣 明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就是八渣呀 你是維族是吧 看不出來嗎 你們不是要星期天才趕八渣的嗎 這邊星期六是吧 很多縣的八渣的天不一樣 溫宿的就周六 很多地方有星期二的 阿克蘇是周一還是周二 有些地方周三那種 因為很多人去八渣賣東西嘛 如果是同一天就沒法去了 有人留著去 但是我挺討厭去八渣的 為什麼呀 因為我媽帶我去八渣 給我買幾個東西 然後讓我提一堆菜 就去受累 你現在應該還在讀書吧 我今天高考完 高考完了 考上哪個學校沒呀 還沒來通知 可能會考上新疆伊克大吧 伊克大 就在布魯木齊那邊 對 布魯木齊那邊上學 但我媽不讓 為什麼呀 太遠了 對 他這太遠了 啥都不方便 他要去看完我也不方便 反正哪兒上都一樣 讓我去那裡 父母的心情都可以理解 他不相信 畢竟我從沒遠離過他們 就不相信 我高考上 我本來也想去阿克蘇上 後來就是 為了在家裡住 然後就問蘇上了 阿克蘇不就在10公里嗎 你媽媽也太心態你了嗎 不想 不想在家 但是就覺得 上晚高中去大學就離開家 然後就沒有時間陪家裡了 就高中就問蘇上吧 所以就沒去 那你是哪裏的 我是雲南的 雲南大裏是不是在那裏 對對對 我就住在大裏 我有好幾個朋友 前世演的時候有大裏的哪個學校 他們覺得挺不錯的 但是覺得那邊安保不好 不會呀 都沒錢 不可能啊 大裏那個很安全啊 他說那邊有戒線賣傻的 賣毒品的 就挺多的 沒沒沒 道聽徒說嘛 看新聞啊 聽了一些人說 就挺恐怖的 其實沒那麼恐怖的 那你現在要坐哪兒了 我住車上 我車停在下面 天哪你晚上住車 對 哎呦多不舒服 還可以 那是個小房車 但我也不能邀請你去我家裏住 那肯定不行 主要是我家裏 我和我媽 你一個男生不太方便 對呀 有男人就帶你去文蘇 你爸爸不是在文蘇這邊工作嗎 我媽 你以為是我奶奶呀 不是我說你爸爸 我爸爸很小的時候就出事了 然後有一個姐姐他結婚了 所以就我和我媽 難怪你媽媽捨不得你 走了 拜拜 哎呀好謝謝 一定要去烤肉啊 就是那個巴扎裏面的烤肉是吧 好 那些巴扎裏面賣得重一點 好好好 謝謝 謝謝